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学习不等于会 很多人很喜欢学东学习的 到处去吸收一些新东西 可是事实上他本质上会不会 各位不要以为你懂你就会 在学习的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为印 印就是要吸收 吸收他是让你从不懂 变成认识 不懂变成认识 不是会 他只是让你认识这一个东西而已 就很像学开车 刚开始总是要给你介绍方向盘 油门 刹车 这一些基本的东西 让你先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再给你讲解车子他是要怎么开的 这时候你会开车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食伤 食伤为我生出来的 就是我到底懂不懂 所以食伤他就是来检验你到底会不会 所以你在学开车 请问你只要一听你就会开了吗 当然不是嘛 你就是要坐到车上 手握方向盘 搅了去踩油门 先从简单的前进后退 慢慢的变成了去学其他的东西 而各位这些都是什么 一定要去食众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在学八字 他只流于学习 一直在看书 流于学习的情况下 他自认为他会 可是实际上等到他找人批命的时候 他才知道一堆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 他才知道说他哪边会 哪边不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很重视学生教功课 因为你教功课 才知道你到底懂多少 不要以为老师上课在讲 你听了都懂 其实教功课来才知道你真的会不会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学生只要到了教功课的环节 就是一塌糊涂 所以只停留在学习这一块 但是实证这一块永远都很弱 所以就要不断的教功课 从教功课当中 去把你不对的逐一逐一的修正 所以各位你要学会一样东西 除了理论上的学习以外 实际动手做 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不要只有学而没有做 其实学不起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